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看二十分钟以后引领了文具电子 嗯 可以买乐器 另外还在那边超市都在方向一个方向 超市买其他东西 买核桃 买芝麻 买一些 因为新年职业要过 对吧 今天要过的 我是昨天打一打 今天晚上要过 新年职业要吃菜了 好 他老人东西一回来之后 就昨天他老人东西一回来之后 我呢 吃了早 早餐以后 工作回家 吃了早餐以后 呃 反正慢慢吃了早餐以后 他做些事也有点累了 现在打瞌睡了 这样他回来 我说这样吧 我客气一下 你一个小时叫我 因为我知道我答应他 我现在带他去到文具店 他家里的文具店是走路只要几分钟 但是我那一般没有在家里文具店买东西的习惯 为什么 除非急 我等着急用 一般 所以我没有这个概念 要到文具店买东西 我都要到开二十分钟的路上 开二十分钟路的路程去买 因为那里停车会方便 平时免费的 另外我还可以买其他东西 中国超市都在那里 放 中国的饭碗也大多数都在那里 非常方便 加油站的也都在那里 加油 我就是在那里 中国华人叫落城 但是这里呢 是因为高级主宰性 我说过的 在附近也有家文具店 但是走路要走十几分钟的路 但是停车位要付费又比较贵 而且很难找到比较近的停车位 走路都要走好多分钟的路 我母亲一般走不动 我就是呼她走 参照她 她一般也走不动 所以我现在到她那里去 我要打个瞌睡 因为要打瞌睡 瞌睡一小时一个小时 我知道 本身我还时间还长了 好几个小时 因为我想睡了 就特殊灵况 我就睡一个瞌睡一个小时 然后呢 这次都要睡一个小时 中间我要上十九间 好像我想别睡了 马上带带 她有个时间一会儿开二十分钟 但是二十分钟至少 我来回 四十分钟 我还要加油 我还要买其他东西 跑好几个地方 所以我我我母亲 我师父吃饭 先吃午饭 我我想好了就吃午饭吧 大家折腾 时间再换衣服 高 又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等到大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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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了 我一看我当然往那里开的 我母亲马上叫了 诶你到哪里哪里哪里去 我说 到文具店啊 去到洛杉文具店帮你去买 那家 那里我还要加油 为什么呢 因为我出门以前 我还跟我母亲说 我还我还加油呢 现在还加油 有一道 我母亲心里其实就犯低谷了 他当时没想 等到我 他发现我要到洛杉 他说不对 他说我要就在这里买 文具店买 我马上就跟我母亲说了 你在这里文具店买干嘛呢 只要开车两三分钟东西 你早点跟我说 我饭也不要吃 喝睡也不要吃 直接带你去买好吃 我回家不是 大大方方可以好要睡一觉嘛 是吧 饭也没必要吃 两三分钟开车单程两三分钟 我母亲说我也搞不懂 你说加油 我想这里的油费很贵的 为什么要在这里加油 一说我们就抬杠 争吵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要抬杠 因为我说老鼠 他说嘛 天生就是 错误 反正就是说抬杠 我一般不怎么跟他抬杠 但他每次都要跟我抬杠 我讲多抬杠 我讲男人抬杠白 我以前在博客上写过好多事了 很多网友可能也没这个体会 也不相信 这些犯重 而且我是欧英学行 他是A0学行 A0学行能有一个最大特点 就是 绝对以自我为中心 才能自己喜欢的 而且他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 全世界都欠他的 他有这种感觉 好吧 咱们先不谈A0学行 因为可能要得罪一些网友 朋友 后来我去跟他抬杠 抬杠到时候 然后他 我在复杠到店里 去停车位 进的停车位没有 停车位远的 停车位远的停车位以后 他复杠下车 走过去 他已经就赶紧扔了 但是他要面子 跟我抬杠 所以他要他接着撑着 走又走又走 就趁着走去文具店 回来的时候他有点累了 他还是 因为我们又抬杠 他又 硬是硬的逃避子走 那样那样常常走 走到车子 但我们一路上还是在 反正在不断谈 我今天要是说 就为了这点 我也跟大家谈 母子之间 我今天跟我母亲说了 在车子里跟我母亲说了 在母子之间没有离婚的 再不容易大不了我儿子 离家出走 车子走 没有离婚的 但夫妻之间 多少几次马上就离婚了 所以为什么 其实这还是狗通问题 什么狗通 就是我跟我母亲说了 你要解你儿子办什么事情 做什么事情 你要说我要到哪里去办 你到哪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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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哪个方位的地方去买东西 要买东西 你事就想把想法说出来 我 我有我的想法 你有你的想法 不一定 不一定能碰到在一起 你想法 我想法 大家想法 可以继续沟通 再就沟通 不是我 你帮我买人家事情 或者你 你就想到某家店去买东西 那么你就说一下 你如果没方向 不知道你别说 这样子有有好处 就是说大家可以制造对方心思 可以 不会产生任何误会 而我母亲因为很长 就和我台港 但她又没想到说 所以我一直有时候 我就在骂她笨蛋 就这样 我还是跟她说的 我说 你一直说你外婆不喜欢 你为什么不喜欢 因为你底下笨 嘴巴又不会说话 假话 假话又冲 而且我们也有特点 在外面受领导的气 或者受同志气 不高兴 对领导反正对任何人不高兴了 她外面不敢说的 所以外面人家都说你妈妈很好 nice lady 非常好 她把我回来 怨气都往老公子上发现 我儿女突然发现 这是我母亲特点 就是说她所有的怨气 她亲自来承受她的怨气 我认为这个人 一个很不好的性格 好了 今天这个东西都不贪了 反正我今天的目的就是 要叫他们 不管你是 因为我的目的 都是为了避免夫妻之间闹离婚 男女之间闹分手 就是什么事情都事情想好 要教人家麻烦人家做什么等等 一系列的事情 都事情都想好 都想多说多说 把要求讲得清楚一点 清线一点 不要什么讲话讲半句的 这样可以 比面面跟那种摩擦 好吧 就是这样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